对不起 我错了 什么 他真的还活着 百分百真的 只是 他不让我告诉你 他还活着 太好了 太好了 海棠 他在哪儿呢 我去找他 海棠 海棠 你慢点 海棠 你是不是出来了 那娇哥 你为什么骗我呀 张启明明就爱活着 他在哪儿 我去找他 海棠 海棠 你真的不能去 为什么呀 海棠 为什么 是你在保佑他淡淡不死吧 可是聂桥哥说 可是聂桥哥说 可欣哥走了 二哥也走了 他一定很难过 他一定很难过 他一定也是怕自己 突然走了 所以才不想见我的吧 你可不可以 继续保佑她平平安安地 让她平平安安地回来 念乔把你写的信给我看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安静地流淌 追寻了 去的人穿越冬夏 你还记不记得了 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 给你拍了张照片 嗯 你说 飞行员把意外拍下的照片 都会放在座级里面 当导航塔 那个时候是我嘴硬 哪有人会把意外拍的照片 放飞机里 其实那个时候 我想说的不是意外 而是 意中人 意中人 可我们那个时候 可我们那个时候 不是刚见面 还不认识吗 因为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至于跟你打的那个毒 其实我早就输了 但是海棠 我是一个军人 随时都有可能战死 但是我不想你为我伤心 我就想你好好活着 我懂 其实这一路逃难 我看 我也时刻在经历着生死 而且我还总能听见你呼唤我 你能不能答应我 哪怕随时会死 只要活着 就不放弃梦想 不放弃我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还在等我 我就舍不得死了 这里离原头山远不远啊 不远 前面马上到了 好可惜啊 没有 我说这里好漂亮 嗯 那咱们把日本人赶跑了 我天天骑着带你 嗯 念乔哥 张琪的伤到底怎么样了 他走福业中担 子弹 离大东妈也挺近的 杭卫会找了最好的医生 过来给他做手术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取出那个子弹 现在那个子弹发生了位移 如果心机收缩 力量过大的话 就会导致那颗子弹刺破心脏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 医生也说了 只要运动不太激烈 保持一个心态的平稳 再活几十年也是没问题的 而且他还年轻 等再过一段时间医学发达了 可能就不是问题了 那他还能飞吗 这段时间训练都是我在带着 他现在心里应该挺苦的 不能飞 他的生命应该缺了一块 我些些日子挺担心他的 不过好在 他能把你找回来 这段时间 他都比钱一直爱笑 或许 他不能飞 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是件好事 你也不用再为了他提心吊胆了 不是吗 虽然不能飞 身体差了点 但至少还能平静地活着 也算是好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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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